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卫龙cp 复阴cp 这三个不同cp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另后就是永恒 然后卫龙是相守 复阴是遗憾 你对紫禁城第一杠精这个称号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不太对 就明明是紫禁城第一名道理的杠精 对不对啊 这句话就很杠 那我们来试一下你杠精的能力 如果遇到这三个题 你会怎么杠回去 我已经忽敌 你明明可以靠颜值 为什么还要靠实力 颜值是短钻的 实力是有可能的 第二个是 眼睛这么好 是不是故意拨人眼球啊 干嘛你即使 我不只想拨你的眼球 我还想让你的眼神 一直听到在我身上 第三个是 这么多粉丝等你发微博 为什么不发微博啊 为什么发的这么少 这么多人在这儿 不好意思说 就是你们千万不要告诉别的人了 好吗 就是保持一种 身体的感觉 OK OK 不要跟别人说了 Adle大翻牌 吴景言抽取粉丝问题 并进行回答 你被翻牌了吗 因为我就是想问问 你要顺平爬上你的床 你就不怕容易了吗 其实让他爬上我的床 都是有原因的 都是为了 我的挚爱 而且你在生活中 和被音乐的性格 有什么差别吗 没有他那么能厌善道 就没有他那么 明道流 比较感性 他比较理性 能不能早点睡觉 能不能不熬夜 我也想啊 但是 但是好像控制不了自己 要去看你们的评论 要去追剧 喜提 一年中的梦姐妹 你开心吗 你开心啊 我觉得能跟那个 这么好的演员 他们一起合作 遇到了 我就觉得很开心 大家好 我没有 台方耳晴小姐姐 那 有没有想给他留下一句 特别犀利的话给他 清清 苏清 怎样问你 你欠我的那段 什么时候请 好吧 婚了多久了 一年多了都 很大惨 但什么事 什么事 这个留给苏清 来回答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